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捷克作家 亚洛斯拉夫·哈谢克的长篇小说 好兵帅客 你知道作者在序言中是怎么评价帅客的吗 他说帅客虽然没有拿破仑式的历史魅力 却足以使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黯然失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帅客老是好心办坏事 他越为国家效力 这个国家垮得就越快 他说他要誓死效忠奥匈帝国 那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起国之一的奥匈帝国 自然就垮得更快了 怎么样 是个神奇的人物吧 下面呢 咱们就说一说 这个小人物是怎么搞垮一个帝国的吧 这个帅客呢 原本是在部队里服役 但是几年前他被军医们一致诊断为智障 被赶出了部队 离开部队之后 帅客找了个营生 干什么呢 卖狗 对 现在的帅客呢 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狗贩子 专门忽悠那些有钱人到他家去买狗 他还总是把那些丑不拉击的杂种狗 当做纯种狗卖给人家 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蛇是走天涯呀 后来呢 帅客又雇了米勒太太呢 当他的女佣 专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小日子过的呀 还算是舒适 可是有一天呢 他正拿着药油揉搓他的老寒腿的时候呢 搓着搓着 米勒太太煞有介事的对他说 费迪南大公爵被枪杀了 帅客惊讶地问 哦我的天哪 这可不得了啊 这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米勒太太说 他是在萨拉热窝被人用左轮手枪杀的 当时他正在与公爵夫人坐车经过那儿呢 帅客听完 哈哈一笑说 嘿嘿 我想这一定是土耳其人干的 干的是真漂亮 不过 要是我去干这档子事 我肯定会用伯朗宁手枪的 因为他在两三分钟之内 就可以干掉二十个大公爵 无论伯收 听帅客这个语气呀 这完全没有把费迪南大公爵放在眼里啊 好歹人家也是奥匈帝国的王储好吗 不单是我们的帅客 就连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没有把费迪南公爵的死放在眼里 他们觉得那帮王室贵族有的是继承人 死了一个 底下还有千千万万个扣着呢 比起费迪南公爵的葬礼 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个杀兽的命运 这么一个勇士 被警察捉到就可惜了 更离谱的是 当地的媒体呢 还把公爵大人遇刺的场面呢 毫无保留的报道了 除此之外呢 还给公爵大人惨死的镜头 加了一个特写 听说是为了达到血淋淋的视觉效果 这真的是一点面都不给啊 一线眼尖的群众还称赞道 哟 你看 这位杀手真是给我环保的啊 一颗子弹都没有浪费啊 他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在殿下身上了 你看 殿下身上的洞洞 就像我们捕鱼的鱼网一样 密密麻麻的 可好看了呢 说回咱们的这个帅客啊 跟米勒太太扯完之后呢 帅客觉得还没过饱醉意 他就去了杯杯满酒馆 这个时候呢 酒馆里面就只剩下了一个客人 霍雷切雷德 这家伙呢 是个便衣警察 自从撒拉热窝事件发生之后呢 是全程戒备 上级要求 尽快把凶手捉拿归案 于是 布莱切雷德呢 就老是去酒吧 或者集市 监听别人的谈话 便衣警察一看到帅客 眼睛都亮了 心里盘算着 说不定可以在这个傻瓜这 掏出些话来 帅客也是无所顾忌啊 点了一杯啤酒 喝了一大口 然后惋惜地说 哎呀 费迪南公爵上了天堂 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看来 他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便衣警察假装很气愤的样子说 哎 在萨拉入窝发生的事 一定是塞尔维亚人干的 帅客又喝了一口啤酒 打着嗝说 啊 这您就搞错了啊 肯定是土耳其人干的 他们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这两个地区 现在公爵自己算是解脱了 可是 你叫公爵夫人怎么苟活呢 是改嫁好呢 还是乖乖地留在王室 孤独终老好呢 接着呢 帅客对公爵夫人的寡妇人生 做了一番预测 又认真地占卜了一下国家的未来 帅客说 啊 既然土耳其人杀了非敌男公爵 那么我们肯定会和土耳其国搭起来 紧接着德国就会联合土耳其 一起进攻我们的 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 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地 不过呢 我们倒是可以和德国的宿敌 法兰西结成同盟 这样的话 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天下可要大乱咯 帅客是越说越起劲啊 丝毫没有察觉到 灾难已经降临 帅客这边还没说完呢 电影警察 把过来把他给抓了起来 虽然帅客竭力解释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警察说 他的言行呢 已经构成了几桩刑事罪 包括重大的叛国罪 事实上啊 因为萨拉热窝事件呢 有一大波无辜的市民呢 因为千奇百怪的理由 就已经被捕了 他们聚在一起不是大哭 就是想着怎么逃出去 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帅客 帅客觉得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 就像开party一样啊 实在是太好玩了 那就逐个逐个地去询问 他们被捕的原因 然后逐个逐个地去安慰他们 每个人都在嚷嚷 我是无辜的 我没有罪 帅客就安慰他们呢 耶稣基督也是无辜的 但人们仍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不管在什么地方 笑脸相迎 加忍耐 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这才是涉事处事的 最绝妙的方法 没错 这就是我们主人公的处事原子 不管遇到什么灾难 他永远都是笑眯眯的 服从上天的安排 说完呢 帅客呢 就美滋滋的就进入了梦乡了 但是没睡多久呢 这个警察呢 就来审问他了 于是呢 他就像一个顺从的小猪一样 跟着警察去了审讯科的办公室 帅客一进门呢 就友善地问候各位长官 哎呀 各位长官晚上好 可是人家长官非但没有搭理他 其中一位呢 还跑过来揍了他几拳 理由呢 就是看不惯他这副蠢样 长官大声地呵斥他 收起你这副蠢样吧 帅客很认真地回答 哎 报告长官 我这是天生的 我就是因为像白痴 才被军队赶出来的 政府的一个专家已经证明了 我是一枚白痴 这个刑警官更凶了 大吼道 从你犯的罪来看 你根本就不傻 那么至于他是不是傻这个问题呢 其实帅客自己也不知道啊 反正呢 他只知道长官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 刑警长官呢 开始列举有关帅客的种种罪状 从重大叛国罪 到辱骂皇上和皇室成员 还有其他派 生出来的一连串新的罪状 帅客笑眯眯的听完 一点也不辩驳 最后各位长官实在是看不惯 他这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就把帅客给轰住 回到牢房以后呢 帅客便告诉所有的犯人 说这些长官呢 对他实在是太好了 不像古时候那样啊 用十八大酷刑伺候他 现在的监狱呢 简直就是五星级纠电的待遇啊 所以他们应该知足才对 还没说完 帅客又被监狱看守叫去听审了 就像大家想的那样啊 帅客呢 对一切都是公认不讳啊 还在上面签了名 第二天呢 帅客就被送押到刑事法庭上去了 都说军事法庭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犯人们有理无处诉 法官们只会玩弄法律 草菅人命 他们所谓的执法呢 只不过是利用法律的条款 来确定被告的动机 来到这里的囚犯 会被押送到一楼的比拉多神像面前 这个比拉多呢 就是当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审判官 而现代的比拉多 这些军事法庭的审判官们 正张着血盆大口 想要把犯人们一个一个的吞到肚子里面 但是咱们那帅客可不这么想啊 他觉得 地区的刑事法庭呢 真的是又大又漂亮啊 连审讯他的法官也长得特别的顺眼 审讯帅客的法官呢 是一个外表和蔼可亲的老先生 当帅客被押到他跟前的时候 这位法官亲切地招呼他坐下 然后问道 看来帅客先生就是您了 帅客回答 我想我是的 因为我爸爸是帅客先生 我妈妈是帅客太太 我不能否认自己的名字 不然就丢了他们的脸了 法官继续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 听说你做了很多坏事 一定非常内疚啊 帅客回答 我坦坦荡荡的 没有感到什么良心不安啊 这个法官呢 仍然慈祥地问道 啊也是 从您签字画押的供述 就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啊 在警察局 他们没有对您使用什么高押手段吧 帅客立刻笑着说 嘿嘿嘿 当然没有啊 他们对我好着嘞 他们叫我签字 我就签字 我才不会因为联系那几个字 就跟他们大吵大闹 这样就不好玩了嘛 毕竟一切都是法律程序嘛 听到这里呢 法官觉得自己不必再多费口舌了 对面这个帅客呢 就是个傻子嘛 于是呢 法官让医学专家给帅客检查检查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就这样 审判结束了 帅客回到了牢房 当他一踏进牢房 他就和御友们聊开了 那些御友告诉他 那群所谓的医学专家 其实呢 就是一群SB 他们给犯人下的诊断呢 完全就是瞎掰掰 为了让帅客相信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 其中的一名御友还激动地做了证明 我今年才38岁 不就钱 警察在我家的后院挖出了一具骷髅 医学专家鉴定 那是40年前被人用钝器杀掉的人的骷髅 而他们指认 我就是凶手 可那时 老子他们还在娘胎呢 哪来的杀人 真真要会扯 帅客 帅客不仅没有加入骂人的队伍 还反过来教育他们 帅客一本正经地说 要公正合理地看待每件事哟 毕竟每个人都会犯错哟 医学专家也是人嘛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体谅他们才对嘛 此时的帅客 仿佛耶稣在世一晚 身上的光芒差点亮瞎了众人的眼睛 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帅客第二天就被医学专家确诊为白痴 他们向上级建议撤销对帅客的调查 并将他送往精神病院 做进一步的观察 没过多久 帅客就被送进了疯人院 疯人院里的日子 实在是太潇洒太自在了 因为无论你是裸奔也好 咬人也罢 都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啊 但是很不幸啊 帅客的潇洒时光呢 很快也就没了 在疯人院的这段日子里呢 一直有大夫在暗中监察帅客的行为 他们觉得呀 这个帅客压根就不是白痴 而是一个装傻的逃兵 就这样呢 帅客被撵出了疯人院 去了萨尔摩瓦大街的警察局 审讯他的 依然是他那位和蔼可亲的法官 在一连串的审问当中呢 那位披着羊皮的法官 最终还是被帅客的天真和无邪打败 因为无论他问什么 帅客都会顺从他的意思回答 法官觉得他太烦人了 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放了 对 放了 帅客恢复自由没多久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大家都知道啊 萨拉热窝事件呢 就是一战的导火线吧 胖胖的费地男大公爵 被枪杀仅一个月 奥匈帝国就在德国的支持下 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 向塞尔维亚选战 接着德 俄 法 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 哎咻吧 打成了一国州啊 当然为什么要打呢 原因嘛 当然是彼此不合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啊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帝国主义国家呢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矛盾不断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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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砰 战争就爆发了 说回一后帅客啊 当时呢 这个奥匈帝国的军队是廉耻败仗 这个时候呢 军队参谋 总部突然就想起了帅客 觉得 哎 他就是这场战争的救兵 哎 可能觉得帅客永远笑眯眯的像个吉祥物吧 反正呢 军队参谋部就下达了一道参军命令 限他在一个星期之内 到奥斯特罗夫一家医院 报到并且接受体检 虽然帅客呢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人 但是那个时候捷克呢 正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说 身为捷克人的帅客 也是奥匈帝国的一份子呀 那当时呢 帅客正在家中休养 因为他的风尸病呢 又犯了 横得动雅动不了啊 可是 当他看到这则命令之时呢 却恨不得立马出发 赶赴前线作战 哎呀 不得不赞叹啊 帅客这人 绝逼是一个身材之间的爱国粉啊 于是呢 他就庄重地向米勒太太宣布 米勒太太 我要去打仗了 这个决定啊 吓得米勒太太差点晕了过去 一双老寒腿 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就这样去应征入伍 帅客笑眯眯地说 哎呀没事妈 您帮我到隔壁借个轮椅和一幅拐杖来 于是 米勒太太全部找办 还买了一顶军帽和新兵佩戴的礼画 好了 终于到了帅客应征报道的日子了啊 布拉格的街头呢 就出现了一幅中军爱国的感人画面 一个老妇人 推着一幅轮椅 轮椅上 坐着一名头戴军帽的人 双手拿着一副拐杖 胸前的牛扣上 还系着一束鲜花 没错 轮椅上坐着的那位新兵 就是俺们的主人公 帅客 他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拐杖 一边大声的呼喊 大道布拉格拉德去 大道布拉格拉德去 这个小小的举动呢 让帅客是俘获了一大波路人粉啊 那这些人呢 纷纷跟在他后面一起高呼啊 大道布拉格拉德去 大道布拉格拉德去 场面呢 这也是相当的壮观 除此之外呢 奥地利的媒体呢 还争相报道了这件事情 帅客呢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登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 不过这样的威风呢 不到三秒钟就消失了 警察冲出来 把帅客是连人带轮椅拖走了 理由呢 是防止帅客继续扰乱治安 特派警察 护送他到奥斯特罗夫的征兵委员会 按照惯例啊 每一个新兵呢 都必须接受医院的体检 而负责此事的是 新兵体格检查委员会的主席 包子大夫 这个包子大夫啊 包是鲍鱼的包 滋呢 就是这个英语里面经常用的那个滋 不是那个包子 不是吃的那吧 那警察手检查的 一万一千名壮丁之中呢 有一万零 九百九十九名是想装病 逃避兵役的 剩下一名在装病之前呢 你就被他吓死了 说白了呢 这个包子大夫呢 就是个变态狂魔 轮到帅客体检的时候呢 军曹长一边翻阅帅客的档案 一边给大夫介绍他的情况 典型的友好型白痴 智力发育不全 帅客听了 满意的点点头 表示末日 包子大夫问道 除此之外 你还有什么毛病吗 帅客说 啊 报告长官 我有风尸病 但我将誓死 效忠皇上 直到流进最后一滴血 包子大夫呢 阴森森地看了帅客一眼 大声地吼道 你是个装病的逃兵 马上把这个讨厌鬼 塞到牢房里面去 于是 一连委屈的帅客 被押到了军事监狱 到了监狱才知道 刚才包子大夫 之所以那么生气 是因为这里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说自己得了风尸病 这个理由太没有心意了 难怪大夫会生气啊 在监狱里待着的大多 都是谎称自己得了 某种疾病的逃兵 为了对付他们 军医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想出了一大堆 五花八门的刑罚 一级刑罚 连续饿三天肚子 二级惩罚 每天服用大量的金鸡纳霜 以防止逃兵们玩得太嗨 三级惩罚 每天洗胃两次 四级惩罚 用肥皂水和甘油灌肠子 五级惩罚 用冷水浸过的备丹裹剩 哎呀妈的天哪 通常情况之下呢 极少有人熬过 这个第五级刑罚 就算有 最终呢也就是关切词后 大多数人熬到第三级的时候呢 就会主动投降 声称自己 哎呀我的病犬好了 并且要求立即出征 奔赴前线 反正呢横竖都是死 去当炮灰 也比在这里 慢慢受死来的痛快吧 这起码能死得快点嘛 对吧 比起那些又哭又闹的御友 我们的帅客就出席多了 帅客安慰那些御友说 哎呀 不就是吸气味 逛逛场吗 为了我们的皇帝陛下 这点苦算什么呀 想当年呢 帅客又像往常一样啊 吹的是天花乱坠 那些猪样的御友呢 不仅相信了帅客说的鬼话 还和帅客结下了 身后的友谊 除了身体受点折磨之外呢 帅客还是过得挺开心的啊 因为这里的听众呢 都相当的捧场 但是 要想在这里混下去 光有群众基础时 不行的 关键呢 还得获得上司的赏识 很遗憾 帅客 非但没有获得上司的赏识 还作死 惹怒了军医参谋长 理由 就是帅客表现得太乖了 大夫叫他灌肠 他就灌肠 叫他吃药 他就吃药 被人折磨完以后 还要对人家说声 谢谢 你这 他也不按套路出牌了 是吧 所以帅客呢 又被撵出了牢房 被送进了拘留所 拘留所呢 有三个人把持着 他们分别是 斯拉维克看守长 林哈特上尉 和有着筷子手支撑的 蟹帕军士 在他们眼里呢 能够沦落到拘留所里的 那都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人 因此呢 他们热情地用拳脚功夫 招待了出来驾到的帅客 随后呢 就把他押进了16号牢房 牢房里面阴森森的 到处呢 都能够闻到一股血腥味 帅客按照命令 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掉了 只留下一条小裤衩 就这样 穿着一条小裤衩的帅客 被关进了16号牢房 一开始呢 他是挺害羞的啊 你想一个大老爷们 穿着一条小裤衩 在这个牢房里面 转悠来转悠去 多难为情啊 后来他发现呢 16号牢房里面的 其他19个小伙伴 都是穿着小裤衩 这样他就放心了 如果他们的裤衩 是干干净净的 窗户上没有装铁栅栏的话 帅客还以为 自己进了澡堂的更衣室呢 你看都死到零头了 想象力还这么丰富 但是想象归想象啊 现实可是残酷的 军事规定 谁要是在他的地盘上撒野 就把谁关进丹尖 抽他的筋 把他的皮 他们会把犯人的肋骨啊 通通打断 踩碎 然后让他们在 丹尖里面自生自灭 所以除了血腥味呢 有时你还可以闻到 死尸的味道 不过我们的帅客呢 依然是一副 心满意足的样子 对待长官的命令 他还是绝对的服从 对待育友 他依然是掏心掏肺 说尽平生见闻呢 他再次以自己独特的 演说魅力 征服了周围的小伙伴 成功的把16号牢房 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台 有那么一瞬间 这些 狱友们都差点忘了 自己 是将死之人 关在这里的 确实是快要死的人 所以为了让他们 死得甘心 走得安详 每一个拘留所呢 都会安排神父 给犯人们做祷告 做弥撒 那当时呢 负责给拘留所做弥撒的是 奥托 卡兹神父 他是个极其可爱的人 他的步道特别吸引人 所以 所有听过他步道的人呢 都会被他的滑稽的模样 所逗笑 在讲台上 亵渎神灵 把神灵的弥撒圣典 弄得颠三倒四 是他最拿手的本事 对于16号牢房的囚犯来说呢 穿着裤衩 进教堂的时刻 就像过节一样 教堂是一个 多么神圣的地方啊 你叫这些 穿着裤衩的天使 怎么面对上帝呢 但是根据官方的说法呢 不让他们穿长裤 是为了防止他们半路逃跑 这么棒的事情 我们的帅客 早就想体验了啊 左顾右盼 那么这一天呢 二十个穿着裤衩的 纯洁小天使 被安排坐在讲台的最前排 拘留所里 其余的囚犯呢 则站在他们的后面 这时万众期待的 随军神父 奥托卡子 登上了讲台 雷露 现在开始祷告 大家跟我念 哎 我说站在后排的那个混蛋啊 走点心啊 别光顾着心鼻涕了啊 哎哎哎哎 还有你啊 别再晃了啊 神父一边 苦口婆心的是 劝告他们一边竭力的 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啊 因为他坐外 喝的有点多啊 还没有醒过来 所以说话 说起来呢 是颠三倒四 帅客就低声的 对身旁的犯人说 哎呀 这个太有意思了啊 那个犯人信心十足的说 哎 好戏还在后头呢 接下来 他肯定会谈什么 遭向犯罪的荆棘之路 果然 神父真的像那位犯人 猜测的那样啊 讲起了罪恶的荆棘之路 所谓的禁忌之路 就是与罪恶 进行抗争之路 你们是人 不是畜生 你们应该把自己的灵魂 交给上帝 哎 好了 不要贼 你们这帮畜生 我们刚才 哎 讲到哪来了 对灵魂 对 很好 记住 你们应该知道 万物都是瞬间的 只有上帝是 才是永恒的 接着 神父又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讲了一大段 坐在前排的天使们 都快睡着了 忽然呢 从前排传来一阵 错气声 你猜这么着 啊 帅客 居然听哭了 帅客这么一哭呢 把周围的人都给逗笑了 唯独神父一人 被他感动的是 不要不要的 因为他进教堂 那么多年 同一会看到 有人因为他的不道 而哭泣 于是呢 他指着帅客 对其他犯人说 哎 你们 大家啊 你看看 都应该向他学习 是吧 他在哭 你们知道吗 哎 小伙子别哭了啊 我跟你说 你想改过自新吗 这个不容易啊 后面的 都给我安分点啊 看守长 你是吃想长大的吗 什么都不管 说完呢 神父便下了讲坛 到盛气室里 看守长呢 也灰溜溜地跟着进去 神父向军官求情 说自己刚好缺一个勤务兵 觉得帅客是最佳人选 就这样 军官给帅客 开了一张释放证明 正当16号牢房里的 小伙伴为他担忧祈祷之时 帅客已经交上好运 跟着贵人跑了 相比其他粗俗的上司啊 神父对帅客 可那可就温柔多了 他跟神父两个人啊 相处得非常愉快 两个人呢 就像嘴嘎啪当一样啊 做弥撒的时候呢 神父负责出丑 帅客就负责遮羞 喝酒的时候 神父负责喝醉 帅客就负责收尾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神父不单是个酒鬼 还是个赌鬼 在一次赌局当中呢 他把帅客当作赌注 输给了卢克斯中尉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帅客就这样被神父给卖了 即使这样 这艘友谊的小船 还是没有打翻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帅客 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告别神父以后 他又心满意足地 踏上了新的真诚 在神父把帅客输掉的 第二天早晨 帅客就去卢克斯中尉 那里报到了 帅客啪的一声 立正站好 报告说 报告长官 我就是神父玩纸牌 输掉的那个帅客 中尉一看 这么坦率诚实的脸啊 嗯 中尉感到很满意 任命他为自己的勤务兵 当时呢 中尉家里养了一只猫和鸡丝圈 除了养小动物呢 这位情感丰富的中尉 还养了一大堆美艳的勤妇 所以帅客日常的工作呢 就是帮忙照顾中尉的宠物 招待好中尉的勤妇 因为中尉的勤妇 实在是太多了 光寄名字就够帅客忙活的 万一哪一天呢 把杰妮叫成Lucy 那就麻烦了啊 而且人家中尉也说了 要好好地伺候这些小姐啊 太子 他们呢 教他干啥 就得干啥 所以呢 陪聊陪喝 甚至陪睡 样样都少不了 不过帅客心里呢 还是很乐意成为这种多陪男的啊 已经一切都只是风鸣行事嘛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中尉觉得帅客这个人 还是挺靠谱的啊 能够自如地 在动物和女人之间周旋 没出硬点乱子 不过中尉的结论呢 还是吓得早了点 帅客是个怎么样的人才 接下来他就会知道了 一天夜里 帅客向中尉报告 报告长官 这里的一切都好 就是您的猫闯了点小货 他把您的金丝雀给吃了 中尉一听 立刻暴跳入雷大吼道 你说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帅客刚来中尉家的时候呢 发现那只猫啊 总是盯着笼子里面的金丝雀 感觉呢 他们两个相处的不是很愉快 为了让这两只小动物呢 彼此熟悉一下 这位天才呢 就把金丝雀从笼子里面套了出来 拿到猫面前 好让他闻一闻朋友的味道 没想到呢 这只猫啊 一口气就把金丝雀给吞了下去 他原本想处罚一下 这只贪吃馋嘴的猫啊 但是打猫是不是 也得看主人呢 所以他决定 等中尉回来以后 让中尉自己拿主意 这是活久见啊 这样的白痴呢 中尉还是头一次见啊 他原本呢 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帅客这个话捞呢 根本没有给中尉这个发泄的机会 他讲完事故的起因 又巴拉巴拉地 讲了一大堆 关于处置这只馋猫的方法 讲这个些时候呢 他摆出一副 行家老手的样子 听着听着 中尉都忘了自己的愤怒 问道 呃 那怎么说 你很喜欢动物咯 帅客自豪地说 是的长官 在这么多动物之中 我最喜欢的是狗 我以前是个狗贩子 对这个行业呢 也是相当熟悉 中尉听着听着 就入迷了 他决定让帅客 去帮他买一只 聪明的看马狗 就当作是将功赎罪吧 第二天呢 帅客就出门找狗了 在他的狗贩子朋友 布拉尼克那里呢 找到了一条漂亮的 纯种的看马狗 布拉尼克也很够意思 一分钱也没要 但是呢 这个就叮嘱啊 这个帅客啊 你千万不要把这只狗 迁到潘斯卡广场上去 那帅客就奇怪问啊 为什么呢 布拉尼克就说了啊 说这只狗啊 其实呢 就是偷来的啊 他的主人呢 其实是克劳斯上校 他就住在潘斯卡广场附近 帅客倒是一点也不介意 笑咪咪的牵着狗狗就回去了 等到中尾一瞧 哎呦 这个狗很漂亮啊 你高兴呢 就奖赏了帅客五十克朗 就这样呢 帅客不仅取得了 中尾的好感 还和狗狗麦克斯 成为了好朋友 正当帅客觉得自己 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呢 一场灾祸降临了 话说有那么一天呢 中尾牵着这条狗呢 就出了门了 哎干什么去呢 他就和一个美妇人约会 好巧不巧啊 就在潘斯卡大街 约会还没开始呢 就被克劳斯上校抓了个正招 克劳斯上校微风凌凌的说 中尾 下级要永远尊敬他的上司 这条规定没有废除吧 再说了 哪条规定允许 军官可以牵着偷来的狗来散步呢 卢卡士中尾连忙解释说 上校先生 这条狗是 上校打断了他的话说 中尾 这狗是我的 睁大你的眼睛 这是我的福克斯 这下惨了 作为惩罚 上校当即命令中尾 即日奔赴前线作战 就这样 倒霉的中尾 因为一条狗被派往战场了 回到家的中尾 恶狠狠地想着 这一次他可就好好地教训教训 那个该死的帅客 他站在门口 怒吼着 帅客你给我滚出来 帅客立马就 咕隆咕隆滚了出来 用他那双善良纯真的眼睛 看着中尾 中尾对着帅客咆哮道 帅客 这个狗是你偷来的 你知不知道那个狗是上校的 今天我们不巧就碰上了 他就把狗给撑走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天底下最丢人的事情 你给我从事招来 你到底偷没偷 帅客就说 报告长官 我没偷 中尾又吼道 哪里知不知道这个狗是偷来的 帅客就说 报告长官 我知道那个狗是偷来的 中尾就说 我的天哪 帅客 你是不是傻 你只是个蠢货 你只是偷猪 帅客笑眯眯的回答 报告长官 这您说的对极了 中尾呢 再也不想追究下去了 他只希望 帅客能够饶过他 让他安静的哭一会 因为偷狗的事情 得罪了克劳斯上校 中尾第二天呢 就收拾了包袱 奔赴了权限 作为中尾的勤务兵 帅客自然也得跟着去 于是呢 两个人坐上了从布拉格 开往不节约为策的列车 旅程还没开始 帅客就出了岔子 他把中尾的一个行李箱弄丢了 接下来说是因为他照看不周 行李箱被人给偷了 好在那个箱子装的 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啊 即便如此呢 中尾还是把帅客骂了一顿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这个傻茶 送到战地法庭去的 别人一千年也干不出 你这几个星期内 就干完的傻事 快给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 帅客倒是很听话啊 遵命长官 就这样呢 他迈着军人的步伐 走出了车厢 来到了过道的尽头 不过被赶出车厢的帅客呢 倒是一点也没有 觉得个委屈啊 他在乘务员的座位上 就坐下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开始呢 就和一位列车管理员 判断起来 哎老家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列车管理员没有尿他 只是冷淡的点了点头 帅客就说 哎我听人说 这些紧急刹车装置啊 根本就不灵 也就是说 你拉了把手 他也不管用 嗯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 他有什么作用啊 列车管理员觉得 自己很有义务呢 要向帅客讲清楚 紧急制动器的用法 就带他来到刹车器面前 列车管理员指着刹车器就说啊 哎你看啊 一拉这个把手啊 火车呢就会停下来 因为这个刹车装置呢 是通过整列火车的车厢 与车头连接的 所以刹车装置必须得灵 说着说着 这两个人不知道 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的啊 就一起拉动了刹车器的把手 哗起哄龙一声啊 这火车就停了下来了 一时之间呢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迅速把他们俩包围了起来 帅客呢 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啊 说这个火车绝对不是他弄停的 因为这趟火车呢 是开往前线的 而他就是要奔赴前线作战的人 列车管理员也不停地说啊 就是帅客这个 蠢货弄停的 因为他想知道刹车领不领 婆说婆有理 行说行有理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呢 还是乘务员眼睛血亮 认为这事呢 就是帅客干 帅客必须为这次事故 赔偿二十克朗 不然 乘务员就把它交给 塔布尔车站的站长处理 关键问题是 咱们这可怜的帅客 是一毛钱都没有吧 不一会呢 列车就到了布尔车站了 离开火车之前 帅客在乘务员的陪同下 去向卢卡什中尉报告 帅客对中尉卖名道啊 报告长官他们要押我去见站长 坐在座位上的中尉呢 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自从经历了上次的 偷狗事件以后呢 中尉已经身无可恋了 对他来说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只想就这样安静地坐着 到布尔车位侧下车以后呢 就去兵营报道 然后随先前连上前线 卖门无效的帅客 就这样被押走了 眼看着奔赴前线的火车 是越驶越远 帅客呢 却有那么一丢丢伤感 说起的一起金戈铁马 驰骋沙场呢 说好的一起报效祖国 为国争光呢 啊 好吧 帅客才不伤感呢 都说 爱笑的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帅客被押在车站之后呢 一位好心的先生 居然出了二十克朗的罚款 让帅客恢复了自由身 帅客呢 也笑眯眯地出了车站 整整军装 屁颠屁颠地 就往火车远去的方向跑去 好了 帅客的故事呢 就说到这儿吧 估计结束的有点快啊 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是啊 作者哈谢克呢 原本打算洋洋洒洒 写他六部的 可惜呢 他写完第四部的开头之后 就去世了 后来呢 他的朋友续写了帅客 在军营里的故事 凭借上述对帅客的介绍 您自己也可以想象 帅客又闯了多少祸了 最后啊 关于帅客想说的一点就是呢 通过帅客的种种搞笑事迹 我们看到了整个奥匈帝国 在冠冕堂皇之下一团糟 到处呢 是神父贪杯 军官愚蠢 士兵开小差 有句话说的好啊 世上就怕认真二字 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 整个专制体制的大厦 在帅客的认真面前 千疮百孔 笑了百出 那些严肃高贵的东西 在帅客的对比下 显得